逃离城市第三站 孔江湿地 我侮辱了一片森林 想要寻找一群白鹿 它们有时飞来看我 有时又飞去遥远的北方 了无踪迹 这是一篇关于白鹿和森林的童话 发生在孔江湿地 一个看似无奇的八月夏季 这里是北江的源头之一 广东唯一的水印丹霞地貌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263次日落 因为这里有263座岛屿 每座岛屿上的落日都不一样 这个画面我在梦里见过好多次 行驶在湖面的船只 像是绸缎的点缀 而一座座岛屿 就是绸缎上的山水画 我想中式童话里的森林 大概就长这样